我是委員 所以不要叫我醫師了 剛剛你在質詢的時候好像矮化了我 我們現在是在國防外交委員會 所以很多事情最好是按照慣例來執行 好 那我們能不能請我們的部長 謝謝 李部長 我們也可以請那個政次嗎 謝謝 那個何政次 謝謝 陳委員 好 辛苦了 早 辛苦 好 那我們今天其實就是要針對 這個我們上禮拜在WHA的會議裡面 一些狀況來請那個部長 還有我們衛福部的官員來備詢 那本席很遺憾的就是說 一開始其實在議事 也有說明 好像都沒有人去過WHA 其實即使是有講一位 有一位有趣 可是其實他也不是技術官僚 他其實是行政的幕僚 所以最後其實是許明輝處長 我千呼萬喊也來了 好 那首先我要說明的是 請看下一張 我們這一次呢 用是Chinese Taipei 跟過去這八年來的七次的參與 從2009年開始 其實是沒有不一樣嘛 都是Chinese Taipei 但是呢 在過去用Chinese Taipei的時候 這個民進黨一些委員 就說這是喪權辱國 但是現在我們用Chinese Taipei 他們又說這個是鄉人衛國 那部長你覺得我們在明年 如果要去參加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樣的策略 可以還可以做得更好 要把我們的工作做得更令國人滿意 更能夠提升我們的能見度 提升我們的地位 使我們所有外交部同仁 工作努力的 不好意思 因為時間 好 謝謝 我們請看下一張 其實這一次我們立法院 我們派了四個委員 分別代表四個黨團來參與了 其實參加這個日內瓦的 這個世島的活動 不是只有在WHA裡面來進行 其實在會場外 我們也做了一些國會的外交了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說 在國會外交的場合呢 其實就是有一個黨 他們的成員都不參加 雖然我們的 我們選了我們四位委員 我們有選 就是民進黨的蔡世穎 蔡委員是當然我們的團長 可是你看到說 在兩次的跟日內瓦 不管是沃邦或日內瓦邦在聚餐 而且是在談論要成立 台灣 瑞士 國會議員 友好協會的這些事情的時候 然後呢 時代力量的林常佐林委員都沒有出席 下一張 好 那至於說 剛剛有幾位委員都一直在問的 關於國民黨團 我們的黨團的抗議喊的問題 首先我要說明的是 國民黨團在做這件事情 其實都是按照外交部正當的 正常的程序在辦理 我在抵達日內瓦第一天 我就跟益處長 益代表 益代表提出這個要求 在第二天我們在這個新聞中心開會的時候 我也有說明 在說明的時候呢 我也有提到 因為只有國民黨團有帶抗議性 其他三個黨沒有帶抗議性 所以其實我是很公開的啦 我們這邊都是公開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民進黨的蔡世英蔡委員說 我們民進黨也有抗議性 中英文版本都有 只是我們沒有帶來而已 那我就不曉得 寫了一個抗議性 不帶到日內瓦來交出去 那是 是什麼 是寫了來爽的嗎 是要應付誰的嗎 我們的抗議性 其實過去為什麼會有一個抗議性 就是因為黨團協商嘛 我想主席也在第一次 0516 5月16號第一次協商 但是協商就是沒有協商出來一個 大家同意的版本嘛 國民黨是有一個共同聲明嘛 立願共同聲明的版本 但是這裡面 因為我們講到了一中各表九二共識 所以後來也沒有第二次的協商 所以我們才在5月19號 在出發前夕 開記者招待會 公佈了我們對於Margaret Chan的這封抗議性 署名的就是林德福我們的書記長嘛 所以這個都是公開的事情 到了日內瓦 這封信 我們也是循正常的管道 請議代表來代為轉交 可是議代表呢 他沒有自己親自拿去交出去哦 他一直到我要離開問他說信在哪裡 他說委員我們會處理 我們會處理 我回來了之後 好 請看下一張 我請我的助理寫email給他 這是他的回覆哦 多謝您的鼓勵 大家一起努力爭取台灣最大的利益 陳委員希望住處協助遞交的信 最後是在5月24日下午以空白信封 掛號直接寄給WHO的陳鋒幹市長 郵局告知25日可抵達 可是我到禮拜一 我們在衛環的委員會 我問李次長的時候 他說27號他們應該是收到了 所以我要說 而且剛剛也有委員問到說 時代力量的剛剛的徐仁明委員說 你們怎麼知道他這封信寫什麼 我們沒有sealed 這封信在部長你邀宴你沒有去 但是你是請義大使代表你 是不是有一場午宴 我是在這場午宴交給他 沒有封 他說我能不能打開來看 我說可以 他說我能不能copy 我說可以 他都有去copy 他有沒有傳回來給你 他們有沒有傳回來外交部給你們 郭老闆委員我們有看到 有看到嘛對不對 你們有收到嘛 這些都是循正常的外交途徑在做 我們今天是沒有偷偷 沒有偷雞摸狗在做這件事情 我們其實是相忍衛國 我們要做的是什麼 就是抗議信是講 我們對於他所謂的one China policy 我們指的就是Republic of China 我們今天敢做這件事情 那請問其他的抗議信在哪裡 下一張 衛福部的抗議信在哪裡 禮拜一的未還委員會 我們還是要不到這封抗議信 請問部長這封信你們有嗎 這封信我看到了 你看到了 你們說是尋慣例 尋慣例遞交抗議系 尋什麼慣例 因為我的來源是在去年也有同樣的做法 去年跟今年一樣嗎 去年的邀請函裡面 有講說什麼2758的什麼決議函 沒有講那麼明白 對不起啊 拿出來看 什麼叫去年沒有講那麼明白 去年就是沒有 今年講2758 外交是一個動態的狀態 dynamic situation你聽得懂嗎 當然 是啊 所以如果是dynamic situation 怎麼可以尋慣例遞什麼抗議信 你當然要正式的 針對游入國格的部分 好好的寫一封抗議信啊 更不要講說 禮拜一在我們的文化委員會 這封抗議信 就是不讓我們看 甚至到最後民進黨黨團 提案散會 散會哦 我今天要講說 今天小英政府說 不滿意可以敲桌 我今天就是敲這個桌子 請問 我們要正封抗議信 要不到 民進黨黨團 以人數多 背格我們 就是用散會 你覺得這樣子合理嗎 到現在 今天 抗議信在哪裡 你林宗妍也不敢出來 躲避我們的監督 這封信不是他寫的嗎 你們不是帶遞的嗎 市長你要不要講一下 外交部不就是代替 林宗妍部長 遞這封抗議信嗎 所以這封抗議信是不是 部長寫的 據我所知 是部長自己主導 這個抗議案的內容 那他今天不敢來 因為禮拜一沒有結束啊 信都沒有看到啊 剛剛主席有特別說 我們部長有其他的要工 那如果處理完了 就會隨時過來 好 他隨時會過來 我隨時奉陪 我今天要講最後一句話 就是你今天 一個議代表 他在日內瓦 做這樣子的事情 時代力量黨團 許永明說 什麼不能夠 什麼黨團不能夠做這件事情 我要說 時代力量黨團 不要因為沒跟國民黨的立場相同 就自負極短 2011年7月18日 外交部發布新聞稿說 美國聯邦參議員懷登 聯名致函WHO關切 矮化我國國各一世 如果美國他們黨團 也是可以致函到WHO 為什麼我們國民黨就是不行 這哪裡有矮化 這哪裡有違反國 外交的什麼議事的規則 我覺得時代力量 這個未免是講得太嚴重了吧 好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陳委員 謝謝